原曲重要作家 关汉清与作品介绍 在原曲作家中 以关汉清、白蒲、马之远、郑光祖四人成就最高 因此被称为原曲四大家 今天介绍其中的关汉清以及他的作品 让我们从关汉清两首三曲中的小令来认识他吧 四块玉 贤士 舅舅头心呸破 老瓦盆边笑呵呵 拱山僧野手贤银鹤 他出一对鸡 我出一个鹅 咸快活 这首小令的第一句 头这个字 有些版本写成墨 也有人读成美 他出一对鸡 我出一个鹅 怎么那一对和一个的字都缩小了呢 这就是散曲中所谓的称字 称字是在规定的字数以外添加的字 多了称字显得叫白话语通俗 提到乡村 总容易使人联想到那是一个有着纯朴气息的地方 不仅可以享受大自然的清新空气 还可以得到街坊邻居的照顾 乡村没有城市里匆忙的步调 不像城市人因为各自忙碌的生活而情感疏离 现在大家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就是观汉青 正在乡村里生活 有一天发现老酒喝光了 想继续喝 便倒出新样的酒 喝没几口 便习惯的想起邻居 这就是乡下人的热情吧 是啊 自己喝怎么行呢 当然要呼捧饮办啊 来来来 就跟山里和尚 以及乡爷老人 一起在老瓦盆边痛快干杯 大伙围在一起 不分彼此 一边咀嚼简单的菜肴 一边品尝自酿的薄酒 又一边饮食唱喝 这日子多闲事快活啊 这首作品 是不是很清楚地看出 观汉青热情开朗的性格啊 再说 乡村生活不像官场的 尔虞我诈 老百姓之间 只要真诚相待 简单的韭菜 便胜过山珍海味 这是一种知足的性格 也是一种豁达的人生观 观汉青写的 四块玉闲事四首小令中 有一首被后人揣测 应该是在官场上 历经事态炎凉 决心归隐山林 倘若我们也做这方面的假设 或许更容易明白 这首小令的意思哦 四块玉闲事 南姆耕东山窝 事态人情精力多 闲江往事思良过 闲的是他 鱼的是我 争什么 学学陶渊明 归隐南姆 享受亲自下田 耕种的自在生活 多好呀 学学谢安 隐居东山 享受安详自然的生活 难道不好吗 平心静气地 思考 经历得是是非非 别人觉得他们自己贤能 就让他们去吧 把我自己看成愚人 也无所谓呀 谁嫌谁鱼 这有什么好争的呢 确实 我没有那些聪明的手腕 也不需要 因为 我关汉青的本性 就是不喜欢跟人争 人生有限 有什么好争呢 在大自然里自在生活 才痛快呀 是吧 关汉青是不是在对我们诉说 他的处事态度呢 闲的是他 鱼的是我 这两句透露的 是关汉青的谦卑性格吗 还是说他在讽刺官场上 那些争鸣逐利 而不择手段的人呢 如果从事态人情 经历多这句来看 即表示作者 有了人生历练 自然豁达开朗 凡事不需在大惊小怪 甚至可以平心尽气的 看待了 再看 闲江往事思量过这句 我们可以想象作者 在回首过往点滴的同时 应该也在重新整理自己的思绪 将事态人情经历多 闲江往事思量过 两句结合的结果 就是承认他人闲 而自己鱼 但这鱼可是鱼的可爱呀 挺好的 当然 这鱼更是看透人情冷暖后 装聋作哑的假鱼 关汉青真是不简单的人物啊 今天介绍了关汉青 这位原曲作家 是不是也让大家 从他的作品里了解了 他一些性格与思想了呢